周比畅二十岁夺冠,解约赔款五百万 如今一件薄纱裙价值抵上一栋楼 二十岁出道极巅峰,大祸时期 他直接解约赔款五百万 后期投资大热公司月华,赚得盆满钵满 及时捞金女王杨幂,让他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而且参加浪捷二,直接披上一栋楼 财富积累相当可观 这样的周比畅,不愧是娱乐圈最隐形的富豪 今天阿淳就来扒一扒,比比到底好在哪里 别人的二十岁还在玩泥巴 周比畅的二十岁已经火爆了全国 大火后的他,直接被娱乐龙头公司天鱼看中 成为最火的摇权树 但高强度的工作让他崩溃 于是提出解约,直接赔偿五百万解约费 之后雪藏长达一年时间 中间的世事非非,现在已经无法知晓 但他到2008年,就已经完成百万赔款 没有后顾之忧的周比畅也在2014年 花费千万购买北京豪宅 日常出现的座架也是日系三次的SUV 更大方地透露自己的收入已经超过千万 千万的收入离不开自身的天赋 与歌迷长久以来的喜爱 一个选秀让他爆火 成为炙手可热的月滩星星 拥有大量的粉丝追捧 发行的首张专辑《谁动了我的琴弦》 总销售额达到130万张 专辑Now获得卓越网2007年音乐销售排行榜 华语音乐专辑冠军 并且受邀参与北京08年奥运会主题曲 《北京欢迎你的》录制 可见其超高的人气 2010年,他举办的个人全国巡回演唱会 开票40分钟,万张门票受空 打破票房售卖记录 出道15年 周比畅获得大大小小的奖项266个 就足以印证其不一般的实力 而且他出的书,如果我能说了算 在三小时之内就销售28000册 创造全网分实弹新书 预售最高纪录 多项傲人的成绩也抵不过低潮期的来临 低潮期的周比畅修身养性 进入新的音乐时代 2011年再出发 自创流行品牌Begins 并担当设计总监 多次与国际大牌合作 12年时的周比畅 转头还是嫩牙时期的乐华 创建个人工作室开始 他不再和以前一样 只创造口水歌,励志走在时尚的前沿 于是,影韵而生出许多优秀的歌曲 例如《黑泽民》 让他获得东方风云榜最佳专辑奖 也是该榜首次获得此奖项的女歌手 次日又凭借专辑获得音乐风云榜最佳专辑奖 次年曾收录专辑爱于光景的英文歌曲 成功被欧美歌手翻唱 他本人也成为华语乐坛第一位 其他荣誉也是数不胜数 财产与资本积累不是一般的富足 如今的周比畅 在娱乐圈的收益已经不止千万 没事的时候出去旅游摄影 还热爱烹饪 和娱乐圈中的人接触甚少 唯有捞金女王杨幂 算是她的至交好友 两人友谊 在资本充斥的娱乐圈内 相守十年 比比参加吐槽大会 杨幂作为最强的后盾亮相支持 要知道 当时的杨幂正处于离婚的娱乐风波 能够力挺可谓是真朋友 杨幂参加明日之子时 周比畅不顾彩排 来为其撑场子 这样的好感情 在娱乐圈也是少见 这部许久未出了营业的二人 突然晒出特大惊喜 周比畅为支持杨幂的新电影 刺杀小说家 直接包场 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电影票根 这样给力的支持行为 怎一个富贵能行 两人在跨年上的表演 也是相当甜蜜 拥有友情的同时 周比唱在《财力》上也不含糊 她在北京虽然是一个人独居 却拥有一个几百坪的豪宅 整个房子的布置十分温馨 非常细致 有的锄刀是德国制造的超奢华刀具 镶嵌25种珍贵宝石 售价高达61万 桌子上一款辣妈咖啡机 要三万六 就连入境的睡衣 也是国内设计潮牌 一块蜡烛就要400块 出门开80万的车袋布 平日休息时 她会自己在家做饭 享受生活 这样美好上见的偶像 值得众人的喜爱 虽然她没有其他女明星那样精致 但人家的衣帽间也是相当的豪气 平时的私服也是炫酷有形 帅呆了 一个宽松洋气的卫衣 再套上白色的T恤 层次感瞬间加持 扑面而来的帅气 让人沉醉 再次参与驾驭的中型风衣 让周比畅多了些许知性和优雅 尽些女人魅力 每个服装穿在周比畅的身上 都会体现出她不一样的风情 在参加浪解二时 周比畅亮相时穿的白纱裙 被阿兰与网友吐槽为蚊帐 但其貌不扬的蚊帐 其实是某奢侈品旗下 一款鲜亮版的服饰 价值百万 轻轻松松 披上一栋楼的明星 还有谁 周比畅近来的曝光度持续上涨 让更多的人知道其无穷的魅力 她在节目的初舞台时 直接发挥原创歌手的实力 而后与美女演员吕一 成为大众心目中最佳拍档 在最近一期中 比比首次成为队长 每个姐姐都想与其合作 可谓是团宠光环傍身 太枪手了 而她也因为选择 引发一系列的话题 热度和名气 持续上升的同时 她自身的商业价值 也在不断地加持 财富积累只增不减 公益事业的支出 也持续加重 这样的优秀爱豆 入股不亏 受到正能量感召的闲鱼们 也有了努力的动力 加油吧